大家好 你好 问我的女儿 两千年属龙 好 讲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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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体照话 哦 孩子有问题 哎呦 孩子身上有灵性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孩子有自闭啊 脑子啊 是 对不对啊 不想的 只是很近 就是很近的 不讲话的 听得懂吗 眼睛看着发呆啊 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不跟他讲话 是 我告诉你啊 你就有自闭症了 你赶快啊 你这种自闭症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老婆婆在他身上 又是个男的 老婆婆 家里有没有男的 年纪大的老爷爷 过世的有吗 很久 很久是吧 是瘦瘦的 干瘪的 很干瘪的那个 是爷爷啊 我不知道爷爷的 那我讲几个特征给你就知道了 经常咳嗽活着的时候 是 在他身上呢 眉毛到这里的时候 画下话 是 见到了吗 在他身上 赶快把它念掉 念什么几 现在你把它念掉 两百张 解决问题 如果你等他发作了 那就是一千多张了 是 你现在每天还要给他念三遍礼佛大厂尾文 是 好吧 带他经常出去晒下太阳 好 阴气太重 好 这孩子 明白吗 明白 让他出去见见人 是的 嗯 你如果像这种孩子又带过来 我跟他讲几句话 一会儿就好 我不骗你了 这样 如台长 请问念 念什么经 念什么经的 小黄子呀 然后心经大悲咒 是 还念礼佛 是 很容易的 你知道吗 你跟我记住了啊 你少吃活的东西 而且你小动 少动小脑筋 你这个人就是小脑筋太多 所以你做不了大事 你做小生意 打打工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你的脑子 经常转来转去都专自己小的事情 气量大一点的 是 明白了吗 明白 什么事情不所谓的 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啊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斤斤已经计较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好吧 谢谢 好好念经啊 给你 给你一个机会 自己每天念四十九片总体神奏 念四十九片剪接奏 再念四十九片心经 可以帮你事业上长长运的 谢谢 你可以做点小生意啊 你现在跟人家合作还是自己做啊 自己做 自己做是吧 那已经自己做了 但是我看看你的生意好不好 不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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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生意非常小 小店铺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对下面的员工好一点 你勾了几个人呢 很少的 没什么问题的 好好努力 谢谢台长 好好努力念经 把台长的书放在你店里 给人家发发 你看看 你生意会不会好起来 谢谢台长 好 好 好 你看台长有点好 You do it You do it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